中文字幕志愿者 联防联控机制 今天下午继续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药物疫苗和检测试剂 研发公关的最新情况 现在发布会马上开始 一起进入到发布会的现场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下午好 欢迎参加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举办的新闻发布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坚持向科学要答案 要方法 尽快攻克疫情防控的 重点难点问题 李克强总理提出明确要求 力争在高效检测试剂 有效药物和疫苗等方面 尽快取得更大的突破 今天发布会的主题是 药物疫苗和检测试剂 研发公关 我们请来了 科技部生物中心主任 张新民先生 教育部科技司司长 雷超兹先生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科技司司长 李玉先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军志先生 中国医学科学院 实验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秦川女士 请他们就 药物疫苗研发进展 检测试剂应用 等等来回答媒体的提问 首先通报一下疫情情况 3月16日零时至24时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 新增确诊病例 21例 新增死亡病例 13例 其中湖北12例 陕西1例 新增疑似病例 45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930例 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1105人 重症病例 减少202例 减少202例 截至3月16日24时 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 现有确诊病例 128例 128例 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681,404人 上载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9,351人 湖北 新增确诊病例 1例 为武汉病例 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893例 其中武汉 836例 新增死亡病例 12例 其中武汉 11例 现有确诊病例 8701例 其中武汉 8304例 这里边重症病例 2782例 其中武汉 2695例 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55,987例 其中武汉 39,220例 累计死亡病例 3,111例 其中武汉 2,480例 累计确诊病例 67,799例 其中武汉 504例 无新增疑似病例 现有疑似病例 3例 其中武汉 1例 3月16日 零时 至24时 新增报告 境外输入 确诊病例 20例 其中 北京 9例 上海 3例 广东 3例 浙江 山东 广西 云南 陕西 各1例 截至 3月16日 24时 累计报告 境外输入 确诊病例 143例 143例 累计收到 港澳台地区 通报确诊病例 235例 其中 香港特别行政区 157例 澳门特别行政区 11例 台湾 台湾地区 67例 除湖北以外 其他省份新增确诊病例 20例 均为境外输入病例 新增疑似病例 45例 新增死亡病例 1例 重症病例 减少9例 目前 有15个省份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实现了 本土现有确诊病例 和疑似病例 双清零 其中 5个省份 实现了 本土现有确诊病例 疑似病例 和密切接触者 三清零 国内疫情形势 向好态势 巩固拓展 要加强重症患者救治 和出院病例健康管理 全面落实 企事业单位 复工复产 疫情防控措施 同时 境外疫情 呈现快速扩展态势 境外输入病例 逐渐增多 要严防 境外疫情输入 以上是 疫情情况 下面进入今天的现场提问环节 提问前 请先通报一下所在的新闻机构 好 请举手提问 好 第一个问题 请右侧区第一排 靠过到第一位男记者 谢谢新华社记者提问 大家都很关心新冠肺炎的治疗药物 之前发布会上介绍过 我国已经筛选出一批药物进入临床试验 请问一下 现在药物研发的最新进展有哪些 谢谢 好 请张新民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 好 谢谢您的提问 按照新近平总书记 3月2号在北京考察 疫情防控科研公关工作室的 重要知识要求 科研公关组呢 进一步强化 对一线救治的 这个 需求的 这个支撑和服务 那么针对这个 轻型 普通型 向 重型转化的阻断 我们呢 重点推广 磷酸氯魁 发皮拉维和中医药 针对重型 微重型的患者的救治 我们重点推动 恢复器血浆 脱出单抗 干细胞和人工肝的 临床应用 目前呢 均已取得良好的进展 其中呢 发皮拉维已完成临床研究 显示出很好的临床疗效 在安全性方面 发皮拉维已经于2014年 在日本活泌上市 上市以来呢 未见明显的不良反应 在治疗新冠肺炎的 临床医院中 也未出现 明显的不良反应 在有效性方面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开展的 发皮拉维联合干扰素 治疗新冠肺炎的 有效性和安全性研究 入组患者80例 其中呢 发皮拉维组35例 对照组45例 研究结果显示 在病毒转因方面 发皮拉维治疗组 治疗后患者病毒转因 与对照组相比 转移时间 中位置 明显 缩短 分别为4天和11天 具有显著差异 在胸部影像学改善方面 与对照组相比 改善率分别为 91.43%和62.22%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前途开展发皮拉维治疗 新冠肺炎的多中心 随机开放阳性平行对照 临床研究 以完成各120例入组 和临床治疗观察 临床研究结果显示 实验组治疗新冠肺炎的疗效 显著有于对照组 作为主要中点评价指标 普通性患者 在治疗结束时的临床恢复率 实验组显著有于对照组 分别为71.43%和55.86% 作为次要中点评价指标 实验组在退热时间上 显著有于对照组 平均退热时间分别为 2.5天和4.2天 实验组在咳嗽缓解时间上 显著有于对照组 平均咳嗽缓解时间分别为 4.57天和5.98天 普通性患者在治疗期间的 辅助养疗或无创机械通缉率 实验组显著低于对照组 分别为8.16%和17.12% 以上评价指标 两组建的均具有统计学的差异 在可及性方面 今年2月国内医有企业获得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批件 并实现量产 临床药品供应有保障 鉴于法匹那维安全性好 疗效明确 药品可及 经过科研公关组组织专家充分论证 以正式向医疗救治组推荐 建议尽快纳入诊疗方案 下一步 科研公关组将进一步推动 公关成果在武汉的应用 并针对目前国际疫情爆发的态势 推出药物治疗的中国方案 谢谢 好 谢谢 请继续提问 好 请左侧区第一排 第三位穿蓝色衣服的记者 谢谢主持人 总台央视中国国际频道记者 前段时间针对磷酸氯喹的不良反应 诊疗方案是做出了一些 对其使用剂量做出了一些调整 近日美国媒体也报道 瑞德西韦在实验过程当中 也出现了不良的反应 那您刚刚提到的这些治疗药物 会有哪些风险 另外患者在治愈之后 是否会留下后遗症 谢谢 好 我们请张新民先生 来回答这个问题 谢谢您的提问 科研公关组在这个药物研发过程中 遵循老药新用的研发策略 目前在临床应用的科研公关成果 均是经过严格安全研究和评价的药物 在药品说明书中 规定了适应症 禁忌症和不良反应 严格按照说明书 或检测方案中的治疗方法 可以确保安全 对于正在进行的临床实验 还没有上市的新药 将根据研发的进展情况 对安全性和有效性 我们必须 我们要进行持续的关注 谢谢 好 谢谢 请继续提问 请右侧区第二排第三位女记者 谢谢香港中评社提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疫苗作为用于健康人的特殊产品 对疫情防控至关重要 对安全性的要求也是第一位的 新冠疫苗的研制速度比较快 请问如何确保疫苗的安全性 谢谢 好 请王军志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你的提问 也关于这个疫苗 国内对疫苗的上市和应用 具有严格的法律 法规的和技术标准的要求 目前 某国正在按照五种技术路线 开展的新冠疫苗的紧急研制 各类疫苗在临床前研究的过程 和它的技术特点和要求都有所不同 但是疫苗进入临床实验之前 必须要完成三个方面的研究 药学方面的研究 有效性的研究 还有安全性的研究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药 药学方面的研究 主要包括关于疫苗的菌种 毒种和细胞库的建立 工艺研究和质量标准研究 那么这一部分的研究 主要是要建立稳定的生产工艺 和质量控制的标准 以保证制备出来的疫苗样品 它是合格的 这是第一个 就上市前的要求 那么第二个是有效性方面的研究 有效性就是获得疫苗 合格的样品以后 要利用感染动物模型 来评价疫苗的免疫原性 还有它的保护效果 目前我们采用的就是 新冠病毒的猴的感染模型 还有小鼠的感染模型 来进行评断 那么这个评价非常重要 它这个停压的结果 可以来推算 临床实验的时候用的剂量 还有它的程序 这是第二个关键的医学 那么第三个是安全性的 疫苗安全性的研究 安全性评价的这方面研究 那么针对新发传染病 至少要进行一个急性 也就是单次给药 和重复给药的这个评价 就是安全性的评价 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 急性毒性实验 和长期毒性实验 那么以上这三个 总的来说 就是一句话就是 要生产出合格的疫苗样品 在动物实验中 首先证明它的安全 有效以后 才能进入临床实验 这是我们的要求 那我们国家 对于这个疫苗的研发的 每一个环节 都有相应的技术法规 来松鼠 可以松循 将其的说要求 那么这些法规和技术要求 与WHO国际上的标准 是相一致的 目前中国的疫苗领域的科学家 也正在按照这相关的法规 和技术要求 全力以赴 争分多秒 再研制疫苗 那么另一方面 又坚持按科学规律办事 保证疫苗安全有效的 前提下 加快疫苗的研究 所以我们也说 也会不断的 会听到他们带来的好消息 谢谢 好 谢谢 请继续提问 好 请左侧区第二排 靠过到第一位女记者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记者 那么现在国外的疫情形势 越来越紧张 有很多国家检测 已经成为他们 就是疫情防控的一个瓶颈 近日我看到有媒体报导说 我们有高校向国外 向一些境外的国家 捐助了检测的试剂盒 我想问一下 这些检测试剂盒 在我们国内使用的情况怎么样 如果说我们下一步 要出口这些试剂盒 要做哪些准备 谢谢 好 请雷朝兹先生 来回答这个问题 感谢媒体朋友 和社会国界 对高等学校 舆情防控科研公关的 关注和支持 大家知道 在这次舆情防控 和科研公关当中 高等学校及其复苏医院 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 这个刚才记者朋友 提到的信息 可能是3月12号 四川大学法系医院 向格鲁吉亚政府 捐赠了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实际核的情况报道 那么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 按照中央的部署 在科技公关组的支持下 教育部组织高等学校 迅速开展应急公关 在22所有基础 有研究积累和技术优势的高校 分别从核酸 抗原 抗体 不同的检测对象 选择了多种技术路线 进行布局 高等学校 与相关企业 联合开发 病毒快速检测产品 据初步统计 我们现在已经有7种 由高校联合相关企业 研发的检测产品 通过了国家药检局的审批 并在本次抗语当中 用于临床使用 在核酸检测方面 高等学校 研发出了多病原 检测的新技术 刚才提到的捐测试据化 就是由清华大学 四川大学 联合相关企业研发的 在2月底就获得了 国家药检局的审批 用于临床试用 这个四季核可以同时检测 包括新冠病毒在内的 6种腹肌道病毒 格鲁基亚政府 也是看到了 了解了相关情况以后 通过驻华使馆 向中国政府提出了 这方面的请求 武汉大学还研发出了 同时可以检测10大类 40种常见腹肌道病毒的新技术 这个新技术还可以 监测病毒的突变 在抗体检测方面 共有三款高效联合相关企业研发的 四季核 率先用于临床使用 具备随道随检 全自动高通量等优点 核酸检测和抗原抗体检测方法联合应用 可以有效索短检测的窗口期 提高检测力 当前随着国外舆情发展 对病毒检测需求的大幅度增加 在保障我国病毒检测需要的基础上 我们的检测事迹已经走出国门 具备完全统计清华大学 四川大学 厦门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还有重庆医科大学等五所高校 研发的14种新冠病毒检测事迹 获得了欧盟的CE认证 正式取得了进入欧盟市场的资质 我们不仅捐赠了一批事迹 也已经向意大利 英国 贺兰等十余国家开始供货 总书记说 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唯有团结协助 才能应对国种全球性风险挑战 我们非常愿意加强国际合作 为全球新冠会员舆情防控 着处我们自己的贡献 谢谢 好 谢谢 请继续提问 好 请右侧区第三排 靠过到第一位记者 您好 中国中药报记者提问 在这次的疫情抗击中 中药发挥的作用受到了各方的广泛关注 能否介绍一下中药在这次疫情防治过程中 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然后有什么样的效果 好 请李玉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 好的 谢谢您的提问 在这次疫情抗击中 中药发挥的作用 大家有目共睹 中药参与的面之广 参与的力度之深 受关注的程度之高 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 国家中药管理局 先后派出五批 近八百人的专业队伍 中药部支援武汉 全国支援武汉的医疗队里 有近五千人是来自于中药系统的 全国有九十七个中医医疗机构作为定点医院 参与了救治工作 全国除湖北以外的地区 中药参与救治的病例 占累计确诊病例的 百分之九十六点三七 在湖北地区 中药的参与率也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一点零五 中药作用的发挥还体现在 在疫情的整个的过程中 包括预防治疗和康复的全过程 我这里想给大家提供一组数据 这是《光明日报》3月13日刊登的一组数据 在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武昌地区 1月28日疑似病例 确诊为新冠肺炎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 2月2日实行了定点隔离的集中中医药干预 到2月6号 这个确诊率就下降到百分之三十多 到3月5号也只有百分之三了 从这样的一个数据 大家可以看出中医药干预的 早期干预的这样一个效果 中医药在阻止轻型普通型患者 向重型微重型发展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我也想举两组数字 一是在我们国家中药管理局涉及的应急专项 对十个省市1261名服用清肺排毒汤的患者的临床观察显示 没有一例轻型患者转为重症 没有一例普通型患者转为微重型 同时在武汉的江夏方舱医院 这个方舱医院共收治了576名患者 这些患者都是轻型和普通型的 也同样没有一例转为重型和微重型 在重型和微重型的中医药治疗中 中医药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特别是在退高热 在促进渗出吸收 在提高养合水平 降低肺炎微化方面 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应该说中西医相互配合 相互协作 有效地降低了病亡率 我想强调的 在我们国家发布的诊疗方案中 所有的中药方计 而且这些方计 也显示出了非常好的临床疗效 这样的一些方计 都是国务院应对 新冠肺炎联防联工机制 科研公关组 设立的相关的应急专项 和我们局设立的 科研公关专项的 临床科研成果 这也显示了科技 对我们临床救治的 这样的一个强有力的 支撑作用 谢谢 好 谢谢 请继续提问 好 我们请左侧区 第六排 第三位穿黑色衣服的记者 第六排 对 第六排 对 对 谢谢 香港大公文会的记者 我想再追问一个 关于中药的问题 据报导 中国专家团队 在援助意大利等国家的时候 携带了莲花清温等中程药 请问目前中医药在国外 对新冠肺炎的患者的 救治情况是怎么样的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您的提问 也谢谢您对中医药的关注 刚才我也介绍了 在这一次的中国的疫情防治中 中药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包括刚才您提到的 有很多的中程药 已经纳入到国家的发布的 第六版 第七版的 这样一个诊疗方案中 这些中程药呢 也在中国的疫情防控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也很高兴 也很愿意把我们中国的经验 跟国际社会来共享 也愿意中医药 为国际社会 为其他国家的人民 在这次抗议中 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谢谢 好 谢谢 请继续提问 好 左侧区第三排 第二位男记者 你好 凤凰卫视记者提问 我们了解到这次科研公关组 专门设立了一个动物模型专班 那么请问能否介绍一下 动物模型是什么 有什么作用 然后这方面目前开展了 哪些工作 谢谢 好 我们请秦川女士 来回答这个问题 谢谢记者的提问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科技公关组 就是积极推动了 动物模型的研发和应用 将其作为五个公关方向之一 组织国内的优势单位 充分利用在非典 高质病性禽流感 还有中东呼吸中和针的 这样历次研究中的工作基础的 有基础的单位 这个第一时间建立了动物模型 为科学家认识疾病 病原体 传播途径 药物筛选 疫苗研发等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动物模型是什么呢 形象的说 就是从实验室里面 在实验室里面 研制的新冠病人 疫苗和药物都要经过 这种特出的病人的检验 我们才能用到 真正的病人身上 中国医学科学院 已经建立了表达 人的 人的受体的 这个人员的 这个转经的动物模型 小鼠的 也建立了呢 恒河猴的动物模型 科学院呢 也建立了这个动物模型 这都是第一时间建立的 这些最早成功的 并经过鉴定的动物模型 使我们国家 率先的突破了药物和疫苗的 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的 这样一个技术瓶颈 也在线了疾病发生发展的 动态过程 加深了我们对新冠的认识 目前动物模型 在三方面发挥了作用 一个是明确的 病毒传播途径 我们明确了 通过动物模型 中国医学科学院 定性研究了 气溶胶 金口传播 等多种疾病的途径 可能性和影响 比如说结论 这个结论是在我们 卫生部的诊疗手册 第六版里面 已经进去了 第二个是用于药物的筛选 其中我们很快地 就筛选了有效的成药 就用到临床上去了 三个是验证了疫苗的有效性 科技公关组同步部署了 五条技术路线 进行疫苗研发 研发中充分考虑了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这个过程是严格按照 国家的法律程序去开展的 已有八种疫苗 在中国医学科学院 进行有效性评价 部分疫苗的 有效性评价工作 已经完成了 疫苗是用于 健康人的特殊产品 安全有效是第一位的 我们将继续严谨的 按照科学程序来完成这项工作 谢谢 好 谢谢 请继续提问 好 右侧区第五排 最靠边这位女记者 谢谢主持人 科技日报记者提问 我们都知道重症患者的治疗 对挽救患者的生命至关重要 有媒体报道 国内探索使用了干细胞治疗 干细胞疗法和其他一些新技术 和新技术新方法 来治疗新型冠状肺炎 能否详细介绍一下 目前的进展情况 以及适用范围 谢谢 好 请张欣民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 谢谢你的提问 干细胞可以有效地降低 新冠病毒在患者体内 引发的剧烈炎症反应 减少肺损伤 改善肺功能 对肺部进行保护和修复 对于减轻患者的肺纤维化 具有积极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科研公安组第一时间 启动了干细胞治疗 新冠肺炎临床研究 这样一个应急公关项目 包括全球首个获批开展 治疗新冠肺炎临床实验的 干细胞药物 以及完成严格的 第三方检验检测 获批开展临床研究的 剑充止干细胞之际 研究团队都经过了 扎实的临床前研究和质量检定 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在前期临床研究的基础上 应急科研公关项目支持的 王福生院士团队 周琪院士团队 刘忠明教授团队 均已入驻武汉 开展对微重型患者的 临床研究与救治 已经治疗了64位 微重型患者 结果显示 干细胞治疗安全 有效 能够使 重症 微重症患者 呼吸困难 迅速得到缓解 或者停止加重 在临床表现 呼吸功能 影像检查等方面 均实现好转 一般8到10天 可以达到治愈水平 另外 干细胞对于肺纤维化 进程的阻断 以及促进 肺部损伤修复的作用 显示其 对于防止肺纤维化 改善患者 远期预后 具有独特的优势 为了规范 干细胞的临床应用 3月10日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 干细胞生物学分会 和中华医学会 感染病学分会 联合发布了 干细胞 治疗新冠肺炎的 临床研究 与应用专家指导意见 除了干细胞之外 我们还在探索 开展更多的 针对重症救治的技术手段 比如人工肝 血液净化技术 在实验过程中 与对照族相比 严正因子水平 显著下降 胸部影像学检查 明显改善 呼吸机知识天数 平均减少7.7天 ICU监护时间 明显缩短 提高了重症患者的 救治成功率 下一步 我们将以患者为核心 以武汉为重点 进一步加大力度 推进研究 与临床救治的紧密结合 谢谢 好 谢谢 请继续题外 好 请左侧区第五排 最靠边穿白色衣服的记者 谢谢主持人 杨成晚报记者提问 请问在疫苗的科技公关中 主要有哪些高校在开展 目前有什么样的进展 以及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可以跟大家分享 谢谢 好 请雷超兹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 好的 疫苗 这一节开始 就动员有研究优势的 厦门大学 四川大学 清华大学 北京 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等高校科研团队 快马加鞭 全力以赴 重点从流感病毒载体疫苗 重组淡白疫苗 核酸疫苗 三条技术路线并行推进 协同科研院所和相关企业 加快开展新冠病毒 会员疫苗这个公关 其中流感病毒载体疫苗 特点是通过敌枪敌注的方式 进行接种 目前正在进行 实验动物的 有效性和安全性研究 预计 四月底完成候选鱼苗的 临床前研究 并申请临床试验 重组淡白疫苗 目前已经开展 小鼠与动物的动物实验 并已掌握了大规模生产 高质量和高程度的 鱼苗蛋白的技术 核酸鱼苗 是全世界都在积极探索的 鱼苗研发新技术 目前全球还没有人用鱼苗上市 中国高校利用前期 中东夫妻中货症研究中 积累的技术储备和科研成果 加快核酸鱼苗研究 将尽快验证安全性和免遇延性 此外 还有高校已经从新冠肺炎 康复期病人血液中 分离出了对新冠病毒具有很高的 中和性核心的抗体 以此自备的高程度 全人员中和抗体 可以提供三周左右的 三周左右的短期免遇保护 正在准备进行动物公读保护实验 总体来说高等学校鱼苗研发工作 都在按照预期积极推进 按照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 有序开展 部分鱼苗有希望尽快进入 临床研究或者应急使用 谢谢 好 谢谢 请继续提问 好 请右色区第四排 第三位男记者 谢谢主持人 中国日报记者提问 现在国际疫情形势依然比较严峻 请问中国的疫情防控 会有哪些做法可供国际社会参考 我们的药物和治疗技术 会不会与别国分享 然后下一步 中国在抗疫科技合作交流方面 会有哪些计划 谢谢 好 请张熙明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 谢谢您的提问 我们说病毒误国界 新冠疫情对不仅是中国人面临的挑战 也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 在疫情发生之后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充分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 以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和组织能力 积极探索形成了一系列 行之有效的措施 我们尊重科学规律 以病毒基礼联究指导疫情防控 我们以实战为导向 大力促进药物 医疗装备研发和临床救治 相结合 我们广泛应用高新技术 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 开展疫情趋势研判 我们综合多学科力量 强化科研公关 支撑和服务前方一线救治的部署 让科研成果更多向临床一线倾斜 以此为基础 科研公关组成立了九个专班 围绕疫苗 药物 溯源 检测 动物模型 五大技术方向 组持全国优势力量 加快应急公关 迅速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始终秉承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愿意与国际社会 共同分享防空策略 技术成果和标准 在知识成果分享方面 中国科研团队最早向世界卫生组织 共享了病毒全基因序列 国家生物信息中心 发布2019新型冠状病毒资源库 国家卫生物科学数据中心 发布全球冠状病毒组学数据 共享与分析系统 为全球病毒基因组序列发布 病毒基因组变异数据分析 提供支持 我们依托中华医学期刊网 建立了防控新冠肺炎 科研成果共享交流平台 目前已有96种期刊上线 平台上有600余篇 相关领域研究论文 和病例评数 浏览量已经超过200万次 在药物筛选研发方面 中国向世界公开新冠肺炎诊疗方案 及药物筛选结果 法匹拉维 恢复器血浆 中药等重点药物 已向发生疫情的部分国家提供 在疫苗研发方面 我们积极倡导全球合作 目前中国已有多家企业和科研机构 与国外开展合作 推进新冠疫苗研发 公共卫生安全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需要各国携手应对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多个国家出现 中国将继续加强同世卫组织的共同交流 同有关国家 特别是疫情高发国家 开展国际合作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谢谢 好 谢谢 请继续提问 好 左侧区第四排 靠国道第一位女记者 谢谢主持人 深圳特区报和独特APP记者提问 我想问一下 刚刚有提到新冠肺炎疫苗 四月底有可能进入临床 或者应急使用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 我们在这个疫苗研究方面 已经达到了 取得了接针性的成果 另外 目前全球有几十种的 新冠肺炎疫苗 正在研发当中 美国的疫苗也已经进入了临床试验 那我国的那个疫苗研发 在国际上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呢 谢谢 好 请王军志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 谢谢您的提问 您也说的 就关于这个疫苗 这个疫苗研发成功 确确实实是 是人类面临重大传染病 取得根本胜利的关键 这个是大家公认的 目前国内外的民众是翘首以盼 我们的中央也高度重视 全国上下 现在有数千名相关领域的科学家 全力以赴在公关 推动我国疫苗研发工作 并且已经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那么这一点的通风也体现了我们的制度优势 那么主要有什么 有这么几个特点 给大家报告一下 一个是我们在疫苗的部署 它是动手早 这疫苗在疫情初始阶段 就成立了科技公关组 第一时间把疫苗纳入 五大公关的方向 那么第二是我们的方向还抓得重 紧紧抓住了灭活疫苗 基因工程重组亚单位疫苗 腺病毒载体疫苗 流感病毒载体疫苗 和核酸疫苗的五个主要的技术 技术方向 领选了国内最优势的团队 进行公关推动 那么第三个是讲科学 就坚持把疫苗的安全性放在第一位 按照科学规律办事 在法律法规的框架下 按科学按规范按技术要求 推进研发 那么第四个我们这特点 做了一个七 就是七星协力这一块 在公关组的协调下 相关我们的国家相关部门 多部门的早期介入 全程指导 而且配合这科研人员 夜以即日的公关 联合公关 主要是研发的多个环节 采用病联的方式 同步开展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的话 一个是不降低标准 在保证安全有效的前提下 实现了无份衔接 这样的话就最大限度的 提高了我们 对疫苗的研发的效率 那么截至目前为止 我们这五个技术方向的疫苗 的进展 总体都是进展胜利 我们第一批 第一批确定的九项任务 都已完成了临床前的 大部分研发工作 这里面包括动物的有效性 还有安全性的研究 大部分 那么预计 预计就是大部分 我们的研发团队 在四月份都能完成 临床前的准备工作 并陆续启动 启动临床 临床的申请和临床实验 那么在这里面 有的团队也进展得更快 那么在这里我也告诉大家 也可以说是最新的一个重要进展 最新的重要进展 就是我国已经有研发进展 比较快的单位 向国家药监局 拱动提交临床实验申请材料 并且已经开展了 临床实验方案的论证 招募致验者等相关工作 那么这些工作的话 就等 有待国家药监局 按照有关的法律法规 审批以后 审批以后开展临床实验 所以在应该来说的话 在我们国家 新冠疫苗的研发和进展 这个层面的话 总体上来说 我们确确实实 我们是属于国际先进行列 上进行列 不会卖于国外的 谢谢 好 谢谢 请继续提问 时间关系 我们最后再提两个问题 请右侧区第四排 第一位记者 谢谢主持人 健康时报记者提问 新冠肺炎诊疗方案 实行第五版的时候 提到中西医结核 加强中西医结核诊疗 然后第七版提到 中西医结核联合会诊制度 然后张伯里院士等专家也 前期也提到了 中西医结核的诊疗 是一个好的方法 那么在具体的诊疗过程中 就是临床中 是具体怎么做的呢 谢谢 请李玉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 好 谢谢您的提问 疫情发生以后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要坚持中西医结核 坚持中西医药病用 中西医结核已经成为 这一次的疫情防控救治的 一个亮点 也是我们目前疫情防控救治 取得阶段性成果的 一个重要的保证 同时也是我们国家 向国际社会提供的 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坚持中西病重 促进中西结核 是我们国家新时期 未成健康方针 也是我们国家 有中国特色的 医药卫生制度的 一个亮点 我们这一次的 中西结核 在疫情的防控工作中 主要体现在 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在政策机制方面 疫情发生以后 国家卫健委 国家中药管理局 就及时向全国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做好 新冠肺炎 中西医结核 救治工作的这样一个通知 国务院应对 新冠肺炎联合联防联控 机制医疗救治组 也向全国印发了 关于在 新冠肺炎救治工作中 要建立健全 中西医协同的机制 这样一个通知 在这样一个通知里边 进一步强化了 中西医结核的 会诊制度 促进 中西医结核 在整个疫情防控救治过程中的 深度参与 第二个体现在 我们的方案制定上 在国家卫健委 和国家中药管理局 共同制定的 救治方案里 很好地整合了 中医 西医两个方案 而且随着救治工作的 不断深入 中医药的内容 越来越多 越来越丰富 第三个体现在 就职队伍上 疫情发生以后 国家迅速组织了 有中西医 两支专家队伍组成的 国家的医疗就职专家组 在国家医疗队 国家中医医疗队 包括地方层面的 专家组 医疗队 都是我们 中西 两部分人员组成 第三个体现在我们的 救治方法和手段上 在救治方法和手段 中医药各具优势 各具特色 而且相互配合 相互协作 共同来维护人民群众的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同时也为构建 具有中国特色的 中西结合的 传染病防治体系 进行了 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谢谢 好 谢谢 最后一问题 左侧区第四排 第三位男记者 谢谢主持人 东方卫视记者提问 当前各地正在 有序的复工复产 病毒在不同的环境下 能够活多久 究竟是如何传播的 这一直以来 都是大家特别关心的 一个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 就从病毒的传播途径 的研究方面 对大家在复工复产的 个人防护方面 会给出哪些建议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谢谢 好 请秦川女士 来回答最后这个问题 好 谢谢提问 新冠病毒是一种 全新的病毒 我们知道的 对于它的认识 我们是一个 逐步的深化的了解过程 这个经流行病学 和动物实验证实 飞沫和密切的接触传播 仍然是新冠病毒的 主要传播方式 但公众对于 是否存在 凤口传播 也有广泛的关注 因此国内有团队 对此开展了研究 在凤口传播方面 国内有机构 从新冠患者的粪便中 分离到了活的病毒 引起了各方 对凤口传播的风险关注 我们认为 基于对呼吸道 和消化道传播病毒的认知 没有直接证据 是可以证明 新冠病毒能通过 凤口传播的 那么 这个 虽然粪便中 分离到了病毒 但是能够 能够引起传播 就有传播能力 是需要研究的 但是我们有一个实验 来告诉大家 就是中国医学科学院 实验证明了 即使是高剂量的病毒 投给这个实验的小鼠 和实验的猴子 我们都没有能看到 它能够感染 引起疾病 所以就可以说 这个病毒 不是经过 凤口传播的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病变 病毒在没有适宜的 生存载体的条件下 即使在粪便里面 我们知道它生存 是要有营养的 在粪便里面 能够生存多久啊 它生存了之后 它到粪便里 经过消化道 它是否还有 再感染的能力啊 这个确实都需要研究 但是这个 这些告诉我们 需要研究的 这个需要研究 和我们已知道的 这些途径的时候呢 它的结果 它的公共 它的公共卫生意义 是在于 即使是粪便中的病毒 具有感染力 我们说是即使 也无法通过消化道感染 这是实验证实的 那么但不排除 通过不节的手 接触呼吸道和黏膜 和结膜 去导致感染 提示我们的 还是要注意 个人的卫生 和一些生活习惯的 一些改进 就是说 便后一定要洗手 如果是病人的话 或者照顾病人的人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是我们知道 到达传播途径之后 我们要做的事情 了解到传播途径 科学的做好 必要的适度的防护 消除不必要的恐慌 对于我们有序的 恢复正常工作 生产和生活秩序 是有十分重要意义的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几位嘉宾 我们今天的发布会呢 主题是 药物疫苗和检测试剂的 研发公关 明天的发布会 我们将围绕 刺激消费回补和 潜力释放 届时我们会请 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 文化和旅游部 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的 相关单位负责人 来介绍相关的情况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也欢迎把问题提前留给我们 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好 这次的发布会呢 就先到这里 回页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